明天天氣的時候 好明天的天氣是如何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 rue rue 請說 來哈囉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我是Ruye 天氣已經熱了好幾天了 從今天下午3點的溫度分布圖來看 可以看到 色塊最深 溫度最高的地方呢 是落在大台北 還有我們的縱谷地區 而今天最熱的地方 在花蓮的復原 高溫來到了37.9度 主要就是因為呢 受到西南風過山後 沉降增溫作用的影響 讓被封測的大台北地區 還有縱谷地區 這幾天溫度是更高了 而相對來說 可以看到台南高雄 還有屏東這些地區呢 溫度是相對比較低的 也是因為西南風帶來了水氣 讓這些地方有雨水幫忙降溫 那麼週末兩天的天氣如何呢 我們首先透過衛星圖來告訴大家 雲圖上可以看到 這一些沒有雲的地方呢 都是高壓的勢力範圍 而天氣方面 台灣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在地形的交互作用之下 苗栗以南的地區 容易有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還會有短時的強降雨發生 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圖 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明天主要的降雨熱區呢 會集中在台南 高雄還有屏東 另外啊 中部地區 尤其在大雨過後 土石容易滑動 觀眾朋友呢 在山區活動就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而其他地區 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基本上位於這個背風側 不太會有這個西南風 直接帶來的降雨 但是明天中午過後 也不排除會再下溪5號雷陣雨 而溫度上的表現 我們再接著從地面天氣圖來看 週末兩天呢 受到暖熱 而且潮濕的這個西南風影響 溫度是普遍偏高的 尤其是位在西南風 被封測的北台灣 受到西南風沉漿增 增溫作用的加持 很可能出現超過36度以上的高溫 而只有淫封面的南部地區 因為雲量多 又有下雨幫忙降溫 高溫上對來說也比較低 但是也有32度 另外要注意 北方的這個滯流封面 玉不孤這波封面到了禮拜天 會稍微的往南壓 除了中南部地區 持續的不穩定之外 其他地方到了下週一 降雨的機會就會跟著變多了 另外要提醒大家 受到地形影響 當西南風繞過台灣的南北兩端時 就會產生強風 所以北海岸 還有南部的恆春半島 以及亞美達魯族人居住的蘭嶼 都容易有強震風發生的機會 海面上的風浪就會跟著變大 如果觀眾朋友 在週末這兩天 有需要前往這些地區 就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而至於部落裡 更詳細的天氣資訊 來看到溫林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世子牡丹滿洲 高溫來到31度 有4到7成的降雨機會 泰武來一春日 高溫來到31度 有8成的降雨機會 三地門霧台馬加高溫來到31度 要注意午後雷雨 高雄的桃園納馬夏及茂林 高溫來到30度 有8到9成的降雨機會 嘉義的阿里山地區氣溫在 13到29度之間 南童的南仁愛於池水裡 及信義高溫來到30度 有4到8成的降雨機會 台中和平氣溫在17到31度之間 要注意午後雷雨 苗栗的南莊 施坦泰安 高溫來到33度 有2到4成的降雨機會 新竹的關西 尖十五峰 高溫來到34度 有1到3成的降雨機會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高溫來到35度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宜蘭的大統南澳 高溫來到35度 有3到5成的降雨機會 花蓮的新城 花蓮市吉安 高溫來到33度 有1成的降雨機會 兽林及萬榮 高溫來到35度 有4成的降雨機會 塑豐豐冰 高溫來到35度 有1到2成的降雨機會 鳳林光富及瑞穗 高溫來到35度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灼溪玉里及富里 高溫來到36度 有1到8成的降雨機會 台東海岸線的地區 高溫來到36度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縱谷地區 高溫來到35度 要注意午後雷雨 陸越台東市及北南 高溫來到36度 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迴地區 高溫來到34度 有1到3成的降雨機會 來到蘭嶼地區 高溫氣溫在25到31度之間 而外島的蓮江 金門 澎湖 高溫來到33度 有1到4成的降雨機會 提醒大家 明天天氣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南北天氣大不同 嘉義以南的地區 下雨的機會特別多 外出的時候 就別忘了帶拔傘 而大台北地區的風很大 機車族的朋友 就要注意行車安全了 那麼以上就是 今晚到下週的天氣資訊 我們再把時間 交換給WUMAS 那是 那是 我 我們 我是